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维珊 其实我们大家讲到说你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那是死亡 而且在很多华人传统里 提到死亡都是一个比较忌讳的词 甚至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在那个时候 基本上就是伤痛 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关于死亡 其实维珊有一首诗 我觉得把那生命的镜头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美好 所以我想在这儿呢先以这个诗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来开头 让我如冬夜 缓缓自灵烧凋谢吧 因为我的绿意已经沁润过 让我像落花静静地飘离之头吧 因为在我心香已经抚慰过 在我气息里静默的沧桑灵魂 就像旭日出生的瞬间 带给万物启航的感动 那么夕阳隐没的刹那 同样有尽好的余韵 留寄给人间 维珊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 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让我想到你啊 就是你做安宁疗户 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 对吧 是 过去在台湾台湾大学的 这个台大学的是政治专业 政治学 政治学 然后你也学过什么 经济学 外文 社会心理学这些 当时你是要从政吗 我年轻的时候呢 想要当台湾第一个女总统 好有趣 没有没有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我想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 因为年轻 所以呢 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想象 而且呢 不畏惧 很单纯 所以我想这个 在年轻的时候 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关怀社会 那可能呢 如果有一支笔 那可以去探讨 可以去写出 这个社会里面的 各种现象 可以用来 监督 监督我们这个政府 做记者是吧 你也做过记者 对我也做过记者 我有这个记者梦 但是呢 这个没有走下去 对我年轻的时候 后来你也做过老师 我做过四年的高中老师 那么你怎么走到这个安宁疗户 这个行业里 而且一做就做了16年的时间 我想这个 可能我的这个生命里面 一直都是跟弱势的这个群体 好像他们的生命 特别能够引起我的共鸣 所以在这个 从大学的这个关怀 这些原住民的处记 那到后来 一些孤儿院里面的孩子 那甚至是到这个 麻风病人所在的 这样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然后开始 第一次接触安宁疗户呢 是在1992年 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 你可以算算我几岁了 92年大学毕业 所以1992年 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 所以我到那个 台湾有加码街医院 当时台湾的安宁疗户 才刚起步 所以我很想了解 很想了解这个 人走到生命 最后的过程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 他的想法 还有他的家人 所面对的 他们的担忧 甚至是包含 照顾他的这一群 医护人员 还有呢 在病人离开之后 家属 这些照顾者 他们怎么样去 走过这个 重大的失落 然后怎么样去重新 恢复他们生命的 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能力 所以我对这个 整个生命末期 充满了好奇 那所以呢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 开始接触安宁疗户 后来你在美国 这个华盛顿大学 读了这个 就是社工的研究所 硕士毕业 那么在16年的时间 你自己亲手送 就是在生命的末期 照顾过的人 差不多有1600多人 你是怎么去看 这个生命末期 因为我觉得就是 像我自己啊 我真的看到过 就是从我眼前 失去的生命的次数的话 就是亲朋好友 大概一共有三次 那最心痛的一次 是我的父亲啊 我觉得那个走出伤痛 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困难 那么还有一个 我觉得跟我们的文化 也是有关系 因为大家其实不太愿意 去分享这个事情 是 而且的话 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甚至也不太希望 就是其他人能够介入 我觉得人家想帮忙 可能也没有办法帮忙 所以当时这个 希望之心安宁疗户 是怎么成立的呢 魏平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死亡 它是非常隐秘的一部分 对 但是呢 每个人都会经历 刚刚你一开始提到说 很多人 很多人害怕死亡 那的确是 那我在接触 这些生命末期的朋友 我发现呢 其实很多人更害怕的 其实是 怎么 怎么死 比起死亡的本身 他们更害怕的是 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们需要面对什么 对 那包括疾病带来的疼痛 不舒服 到底有多么的剧烈 是不是他们可以承受得了的 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照顾者 他们要投注 多少的心力 他们要看见 他们所爱的人 经历多大的痛苦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是让更多人 感到害怕的 对 那也因此呢 这个希望之心 安宁医护关海中心 应运这样的一个需要 特别在湾区的这个华人社群里头 因为刚刚我平提到 我们的文化里头 对于死亡这么一个禁忌 而且它又这么私密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基本上没有太多人 愿意去谈 或者是知道怎么去谈 但是当一旦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呢 就完全没有办法寻找到帮助了 而且甚至很多时候 大家有需要的时候 不知道有所需要 就是在那种挣扎的过程当中啊 甚至不知道 应该有这样的需要 或者说这种需要 应该到哪里去寻找 对 对 所以呢 我们就是看见 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因此我们在过去这几年里头 大概从2012年 希望之心开始在社区里头 做很多的一些演讲 一些社区的这种教育 那协助我们湾区的朋友 明白生命末期的一些资源 还有他的这个家属 病人所可能面临的问题 但这毕竟只是教育 那还需要有更实际的帮助 所以呢 我们在经历几年的这个 社区推广教育之后呢 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成立一个 专业的 针对这个华人朋友 可以提供他们在文化跟语言上面 可以协助他们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机构 那希望之心就在2016年 正式拿到这个加州政府的执照 那2017年呢 成为这个联邦政府 审查合格通过的一个专业 安宁疗户机构 Heart of Hope 这个名字多好啊 所以我们在讲的是说 在这个爱 就是能够在爱里面 能够得到安宁 但是你刚刚讲到说 这个是愿景是非常好 当时你 而且你在这个专业 这么多年时间是加州临床执照的 这个社工师 也是心理治疗师 但是有这些专业的知识 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心 要去帮助大家 但我相信这个过程 一定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吧 你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呢 我们华人朋友 最大的挑战 当然除了就是对这个资源 不知道不认识 但是一旦你有了这个资源之后 有很多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让我们没有办法 去真的去使用这样的资源 甚至对这样的资源 产生了误会跟抗拒 那最困难的就是当病人 一旦医生告诉你说 他所有的方法都使用过了 那么再来 医院实在也没有办法 再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的时候 那么很多家属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情绪上过不了这一关 对 所以他们会想尽各种方法 去延缓进入这个安宁疗户的这个照顾 所以他们有的人选择在家里 然后呢一旦有任何病人 这个众号发生 他们就把病人送到这个911 送到急诊室 但是在急诊室里头可能就待几个小时 医院就让你回来了 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周车往返当中 耗尽他们一切的经历 可是呢 病人没有得到好的照顾 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困难的 其实你讲到安宁疗户 大家对这个其实概念 我觉得不是很清楚 一般的人来讲都像你这样 因为我经过我父亲那时候病重的时候 我母亲就是尽了全部的努力 挽救他的生命 能够用的最好的药都用 到最后呢 他在快离开的时候 已经瘦到六十多斤的体重 那么大的个子 就是人已经脱行了 而且他全身插满了管子 他不能够去吃 然后要东西 就是食物是打到他的胃里面 他也不能说话 他也不能动 对 就是一般的家人 他其实没办法去接受 就是说生命逝去 我觉得对你刚刚讲的两块 一个就是人啊 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死到那天 怎么走过生命的尽头 另外就是家人不知道 怎么去经历这个事 所以安宁疗户的话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是怎么的一个过程 才算是安宁疗户呢 OK 好 这个我们刚刚在放音乐的时候 您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一些很漂亮的一些风景 那其实我想人的生命里面 每一段生命都有不同的风景 那在生命的最后这个阶段呢 你怎么选择 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如果你选择的是 想尽各种办法 然后插管 然后想尽各种 其他可以治疗的 所谓的这种另类疗法 那么你所看见的风景 可能就是病床 可能就是药 可能就是针 可能就是这些医疗奇才 痛 对 可能就是在医院里面的这个白莲目 但是如果说 你选择明白这个生命 其实都是有限的 那么在知道 一旦知道就是说 你继续在做这些治疗 真的能够对生命的这个延长 还是对平质 生命平质的提升呢 你可以在这当中 做一个选择的话 如果你选择 不管你还有多少时间 你希望你每一天 都能够尽量过得有平质 你希望你每一天 都能够是在你自己意识 能够尽量清楚的状况 你的疼痛能够尽量得到缓解 并且呢 有这个专业的这些工作人员 可以陪伴你 跟陪伴你的家人 去探讨你们有哪一些 这个生命里面的遗憾 还没有完成 然后在最后这段时间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些 我们生命里面的遗憾 也就是说在身体 心理跟灵性上面 有这样一个团队 进来协助你 那么你人生最后的 这一个历程 一直都看见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你讲到这个时候 我想到一块 一个就是说呢 怎么才能知道说 是已经到了生命的镜头 因为每个人都渴望生命 可能有的人 他自己可能到了生命镜头 但他不觉得 他还希望活得更久一点 或有些人呢 自己感觉到他到了 可是家人不觉得 怎么才能判断说 已经到了那个点 或者说没到那个点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到底谁 哪些人 聚会什么样的资格的人 才能够去从事这种照护呢 OK 好 那这样 因为在美国呢 他凡事都要有数字的根据 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那么他的客观的标准 也就是 如果你的主治医生 觉得你的这个病程的进展 很可能只剩下六个月 那么你的生命就会结束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你就可以符合安宁疗户 那可是呢 实际上我们没有人 可以聊 可以很清楚地说 这个人绝对只有六个月 或是六个月零一天 就是医生他的专业的这个判断 那我常常跟一些朋友 他们在挣扎到底 是不是要让家属 进入安宁疗户的时候 我常常提醒他们 安宁疗户 他不会缩短 你所爱的人的 一分一秒的生命 因为如果说 你所爱的人 他有一年两年可以活 但是呢 他被医生诊断 只剩六个月 结果进入安宁疗户 那么这个照顾进来 绝对不会搜短寒的生命 可是呢 这个照顾进来 会影响到他的生命的品质 你讲到生命的品质 就是说 有安宁疗户和没有安宁疗户 他的生命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没有安宁疗户的这个病人 他在家里头 基本上都是由家人照顾 那么家人他必须要 面对很多突发的这些 医疗的状况 心理交瘁 心理交瘁 所以就像刚刚提的 他们一紧张就打难万万 然后呢 就十万活急的 把病人送到这个 急救 但是呢 常常去发现 其实病人并不是真的 需要急救 所以以美国的这个医疗系统 他不会让你住进去 他就让你两个钟头 给你一点药 你就回来了 那甚至有时候 这个急诊室他没有病床 所以你可能病人 他就在这个急诊室后诊 等了好几个钟头 病人其实很痛苦 病人的疼痛 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帮助 然后只是 终于排到这个床位了 发现就给你一个止痛剂 然后药你就立刻出来了 然后你又要再把病人送回来 所以就这样子来来往往 OK 但是如果说你有安宁疗户的照顾的时候 那么就是一个团队 这里面有专业的医生 护士 社工 甚至是这个灵性辅导员 护佐 整个团队进到病人的家里头来 那家属他会得到很大的支持 因为他有任何的问题 他不用担心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可以随时 打电话给这个团队 那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也是定期的 每个礼拜定期的探望 最重要的是安宁疗户他有24小时的on call 值班 所以如果说到了这个晚上9点 半夜12点 甚至是凌晨3点钟 这时候大家都在睡觉 结果病人他突然间发现他呼吸急促 然后这个面目猙獰 因为他没有办法呼吸 因为他疼痛 那么在以前的时候 家属又是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像这样的状况出现 有安宁疗户的话 他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机构 然后我们有24小时的护士 你们的机构电话正好得告诉我们大家一下 是408-986-8584 408-986-8584 是 对 这个是就是大家随时可以打的一个电话 对吧 对 但是你刚刚讲到的是 就是说人在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那也个人的自己的煎熬 还有家人跟着一起的煎熬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人去了以后啊 家人还有一段时间的煎熬 其实我觉得对一个去世的人来讲 他可能那个时候他的痛苦啊什么就解除了 但家人的痛苦才真正开始 我读了你一篇文章 其实大家常会说 我的痛你怎么能懂呢 你看我失去亲人 我这种悲伤 我这种难过 你凭什么安慰我 你怎么能懂 你没有经历这痛 你怎么能懂呢 是 每一个生命的疼痛都是很特别的 因为我们所失去的这个失落的对象 对我们来说 一旦我们会感到失落 我们会感到疼痛 必定是因为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那因为重要 所以痛 所以哀伤 因此我们在陪伴每一个 失去他重要亲人 他的爱人的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们绝对不会告诉他说 我懂你的痛 因为这样可能太简化了他们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失落 你们会怎么说呢 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学习聆听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是说多于听 但是在真正陪伴这个伤痛的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倾听的能力 那我们也看见一些朋友 他们非常有爱心 不只是对他们所关爱的人 可能对他们周遭的朋友 他们一旦看见周围有这样子失去亲人的朋友们 他们都很希望能够来协助 他们很容易用一些话语 他们觉得这个是需要鼓励的 要赶快加油打气 然后要提醒他 你还有孩子 你要赶快恢复起来 还有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想想看人家 谁谁谁 也失去亲人 可是你看他现在也过得很好 所以你要赶快振作 这些有用吗 这些这样讲 对于说的人来 对于说的人 说话的人来讲 他认为这些有用 可是对于他想要去帮助的人 不见得有用 因为在面临失落的时候 我们需要被允许 一段时间是我们可以哭泣的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境遇 甚至是抱怨 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 做我们自己 然后是可以被接纳的 因此这个聆听 聆听的能力就变得很重要了 我们尽量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期望加注在对方 希望他怎么样赶快好起来 那也许你说 我也失去过我的亲人 所以我知道你现在经历的 你看我都可以走过来 你也可以 但是每一个人跟他失去的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可能你可以走过来 因为你们的关系是这个样子 但是另外一个人 他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走过来 很可能他们有不同的原因 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陪伴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讲的 倾听跟同理 微山其实你在这个过去的时间 陪伴过1600多人 他们的家庭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 其实做这些事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你在做的时候 你觉得说 你们现在这个机构 这个钱是哪里来的 怎么去把它运营下去呢 我们机构是非盈利的专业安妮来后机构 那所谓的非盈利呢 也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他有保险 我们当然就是会这个 不有他的这个保险 但是如果他没有保险的话 没有保险也可以提供服务吗 我们尽量提供 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 那因为每一个人在走到生命 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想只要他还活着 他都需要被关爱 一直到他 他这个 咽下他人生最后一口气 所以我们能够尽量做的 我们尽量做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资源呢 就很需要社区朋友的赞助 那我们需要 大家怎么能够帮助你们呢 我想如果说 大家对于这个生命默契关怀 你有感动 希望呢 您可以捐款 或者是说 你可以 我想捐款的方式很多 你可以这个 透过我们机构有PayPal 或者说你就可以直接写支票 甚至是 你如果说有股票啊 这些一样 我们也欢迎你的一个捐赠 同时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也可以跟这个 希望之心安宁聊户呢 来联络啊 就是说呢 可以就是 你的亲人其实是可以 能够享受这个服务的 让这个生命的这块呢 最后能够得到安宁 得到这个生命的尊严 我们在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也以为山的这首诗啊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诗 因为在这里呢 看到的不是生命默契的恐惧 和担忧 而是一种 我觉得 这种大彻大悟 和一种特别的那种平静 在这首诗里面 这是他这首诗的后半段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也以这首诗呢 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 从日出到日落 我已经走访过生命的四时 我本应恩典而来 当成为祝福而去 在我归于尘土之后 但愿我在阳光 与和风中翻转的姿态 能被记住 并且在被想起的时候 可以牵动人们的嘴角 成为爱与微笑